8个多项攻击植物,谁能击杀150个巨人? 比赛规则如下,将士阵容是150个四界巨人,植物是在9000阳光内种植,考核规则如下,全部击杀就是王者,挑战失败就是青铜。 因为这次PK比较难,所以不给他们辣子鸡了。 帅哥亮女们,记得长按点赞三连走一波。 我们直接开始,第一个出场的是粉嫩嫩的天使星星果。 他的攻击范围是正上、正下、正左、右侧偏上或下30度的范围,会向五个方向各发射一个星星。 当有僵尸离开该范围并进入他的另一范围时,他会那时针旋转30度,向另外的五个方向发射星星。 他会优先锁定攻击范围内最靠左的僵尸,基本上是无死角打击,满集后还有30%的概率发射一轮伤害为630的穿透星星。 最后不仅挑战成功,并且无伤通关,可以说是王者中的王者。 第二个出场的是人多力量大的蚕豆突击队,攻击范围三行,会释放三个蚕豆出击,每个蚕豆发射一枚豆子攻击僵尸,然后需要15秒休息时间。 五阶特性是25%概率释放激光且有50%概率连续发射。 攻击力很高,但面对这么多巨人,他实在应付不过来,最后挑战失败。 第三个出场的是全屏追踪的猫尾草。 满集特性是攻击时有20%的概率发射伤害为240穿透一行的鲁尾剑。 阎猛我认为以他的攻击特性来看是稳赢,没想到巨人失潮的攻势太猛了,他挑战失败。 还有个原因是阳光贵,9000阳光无法像天使星星果那样种植那么多。 第四个出场的是超级控场之王苹果迫击胖。 范围是前方三行,强力稳定的定空植物。 面对少量僵尸时具有压倒性的控制力,但面对失潮时则需要5接才能发挥足够的用处。 刚好这里PK的就是5接,虽然时间久一些,但是无伤通关,属于是王者中的王者。 第五个出场的是魔法之女金履梅女巫。 一接一次伤害就高达1200,而且出手速度极快,在各大竞速中有一席之地。 很可惜攻击间隔实在太久,她的死因和残斗突击队一模一样。 第六个出场的是天使星星果的小弟星星果。 她看到天使星星果获得了王者称号,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也能获胜,但是她失败得一塌糊涂。 第七个出场的是沙马特投手,攻击范围也是三行。 满击后有25%的概率在建设范围内随机生成生命值为1000的种子。 种子接触到僵尸后会形成可以困住该僵尸的藤万。 在藤万被其他僵尸毁掉之前,该僵尸都不能行动。 就靠这个障碍物,她100%是王者无疑了。 第八个出场的是物理天花板豌豆排击胖。 5接特性是有50%概率发射炸弹豌豆。 伤害为1500每发,可以对二乘一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。 攻击逆天,概率也高。 速度是第一名,但是按照损失职务来计算,她就不是第一名。 本期挑战测评到此结束,看到最后的大佬点赞扣666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视频者和ever FAR TEST sympathの感觉,友達或讴 Lady 모르 ins言或讨论人们。 千万消除幕我们下期不见的改改建避作为 Socialare-ov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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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типа假如一位做的 двиг勿研礼! 様子人同て,这个是重要